人工受精前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这个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儿是一样的 我们要给他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也就是帮助病人排除一些潜在性的疾病 来判断他能不能胜任 妊娠这一个艰巨的任务 全身检查呢 我们包括胸片心电图来看他的心肺功能 然后通过腹部B超 我们来看他的肝胆皮疑肾等各脏器的情况 然后我们通过乳腺采超来看排除有没有乳腺疾病 通过TCT检查来排除宫颈恶性疾病 宫颈癌呀比如这些 那么通过这些检查 我们判断病人正常了以后再给他做人工受精或者是试管婴儿 还有一些呢我们就通过阴道分泌物的检查来排除他有没有炎症 比如有一些患者他是处在一个急性感染期 像是急性的阴道炎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给他做的 简单的来说就是通过一个体检 包括南方 我们双方都要做一个体检 就是他没有疾病没有问题了以后 那如果他符合人工受精的条件 比如书卵管有一侧是通畅 排卵是正常 或者是我们给他促排卵 那这个时候呢 子宫内膜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给他做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给他做的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给他做一个体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